驻索羅門群島大使館 于10月5日晚間 舉行100年國慶酒會 會場嘉賓雲集 共有代理總理馬朗嘉 國會議長克馬柯札 索國各部會部長或高級官員 外交團 國際組織 及我旅居索國僑林等各界人士出席 人數約250人 吳大使發表演說時 先說明我建國100年的特殊意義 並闡述我政經 外交 社會 科技等各方面的成就 及馬總統過去三年來 所推動的諸多創新改革 包括活路外交 最後強述台所兩國 諸多合作成果 與雙邊互惠關係與邦誼 隨後馬朗嘉代理總理 代表索國政府與人民 向我至上最誠摯的祝賀之意 吳大使與馬朗嘉代理總理兩人 最後分別舉杯慶祝我國慶 並祝賀台所兩國邦誼永固 吳大使夫婦接著邀請 代理總理 國會議長及大法官 共同切國慶生日蛋糕 象徵我與鎖國情義長存